總要迎接一空一空新的一年 本營館政府到到六市工作室 下半前傳的協力活動來迎接新年 包括在關月一號 基盤兩中的新規電力 以及全民建造活動 希望陶貨運動提升大家的健康 小朋友也可以參加衛途比賽 讓大小孩在等待自己 都可以過後重新有更快樂 為了迎接新年來到 本營館政府向到六市工作室 連學基盤整個傳的活動來慶祝 只要一合早就準備兩中的新規電力 希望他和國民正會出國歌 表示對國家的尊敬和愛好 大家都久沒有一起來唱國歌 然後好像重溫我們兒時的那種記憶 大家拿國旗唱國歌 而且你看今年的活動非常的精彩 好多跟國旗相關的 我們一起來迎接2020的第一天 從十二月三十一合開始 就在你問說本基盤老人會出會的活動 搖車多次來表演 希望來參加的人可以共同一個老人的阿咪 當時他就放在活動正式開始 還有我們還有跨年緣會 跨年緣會我們有邀請很多的歌手 有剛才我已經有說了 包括很多知名的歌手會一起來 途六也陸陸續續也辦了很多活動 包括我們的年貨大街一夜八號的圓環點燈 包括我們太平老街三千顆的燈籠 加高掛包括過年的時候 人文四季初一到初五 都有風車節的活動 包括我們的刑期館 一系列的活動 希望說大家都可以來婚姻 來刀落 來出途 為了讓大人的小孩都可以在完蛋咖啡 過了窗席 那些活動也包括小朋友圍著的比賽 讓家長和小朋友 有機會可以好好上廚活活動 增加親自一家的感情 我們也歡迎全家一起來 大大小小都來 最重要是有親子著色比賽 也能夠讓全家一起